三个中产党 今次我们会谈林郑施政报告 题目相当之中产 因为真的只有中产才能做得到 话说放宽了楼宇案件 即是中下站是这样表达的 是的,你很明显会看到 很简单,你问我有阶级性的说法 买不起楼的人狂闹 买不起楼或已经买了楼 通常会谈论不出声 不出声不是因为看不起死窮 因为他经历过那件事 先讲措施 措施之前,原本有首置案件 现在只是说首置,不是有第二层楼 首置是九成 首置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五年没有层楼就可以了 400万以下可以做九成 600万以下可以做八成 接着700万开始,只可以做六成 现在放宽了,不是400万才可以做九成 去到800万都可以做九成 然后1000万就可以做八成 那个差别在哪里呢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如果以前买800万一层楼 你就要付320万手期 现在要付多少百万手期 差别就是现在没有400万楼 当然这个是普通误 你也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在吵,为什么要放宽 鼓励暴力托使 好像没有了压力测试 这个可以稍后再说 先说这个 当然了,就是刚才周显大师说了一件事 赵永青也有说 现在哪有400万楼 其实不是没有 你买一些烂融融的烂楼 或者你买农床盆 纳米楼都不会有400万 现在那些什么利奥方的百多尺 都要卖成460多万 你要400万以下,真的很难 如果是新楼,旧楼就有 不过你要预计就是有很多手尾筋 或者一个居住环境不漂亮 好了,现在就要说800万 但是以前整件事都很扭曲 你想想,如果你给到这个四成手期 那你就借多少 你借400多万 你借400多万,你供就供2万多 其实你的薪金只需要有5万以下 4万多,5万 那你已经可以买一层800万的楼 你想想,4万多人工 你买一层800万多,听都超现实 但前提是因为你要付320万手期 结果我所有朋友 其实早几年买楼,全部都要问家借钱 我的朋友已经是一个月 当然也不太多钱 一个月就是两宫 加上十几二十万人工 他说,十几二十万人工 我看对了一层楼 我哪有突然变到三百多万出来 现在我们说,甚至有些是过千万 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要问家借 现在就不需要问家借 另外,刚才几岁也讲了 林郑都害怕你不足够 为什么呢? 你虽然可以做八成即九成首期 当八百万一层楼 原本你要有七万多 差不多七万美元的工资 你才能供建这层楼 他担心七万也算太多了 他减少了压力测试 减少了压力测试 可以加回保费 很複雜,加案就要有補費 結果現在不用6萬元,只需59,000元 再加80萬元首期,便能買到一層800萬元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例如德福 現在400多呎單位未加價,只需600多萬元 加價最多加到700萬元,便可以買到一層德福的樓 但以前你買不起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我想大師講之前加一個補充 很多人罵這個政策時,你不是幫地產商托市嗎? 你聽說德福,這個政策主要做到的事就是以前二手市場搞得好死 因為一手樓新樓的時候,發展商可以幫你做安揭 呼吸盤,呼吸計劃 現在反而選擇不是一定要買新樓 反而是開買二手樓,你便沒有那麼扭曲 變成不是幫地產商,我不敢說 因為真的多了很多買家,會考到二手樓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和罵這個政策 先看回這些事情 大師,怎樣說 因為整個市場在之前幾年的時候 供應最主要是在細價樓上 現在大家都會覺得,對市場比較熟悉的人 都會覺得比較危險些會下跌的,風險比較大的是細價樓 多少都要託一些市場 其實相對來說,細價樓的價格是幾倍,幾年之間 所以如果不下跌 現在這樣跌下來的話 你會害怕災難性大 就像1997年的時候,那些假豪宅一樣 是的 所以其實大那些樓,我想上千多萬的樓都不會點跌 但是細價樓是會重賽區,如果萬一下跌 所以它多少都要託價,就是為了維持穩定 其實它現在牽涉著幾百億而已 錢來說是不太多的,不能的話不正確 但問題是,其實因為整個市場現在沒有利益 我認為當我認為,昨天我看新聞 我看了幾倍那些成交 我想是樓價未必會上升,它會上升了 它之前都是跌成交嘛,就是升了成交 我這樣說,斯大林說,量是值幾重 就是成交是價格幾重來的,你讀經濟學,你也知道 所以我想現在是相對來說,價格不會怎麼變 但問題是,你首先會幫助成交 但我想問你,剛才你講過 你說可能會托到世界樓 但是當一些人可以買到二手的大小小的單位的時候 那會不會對世界樓的需求反而跌了 究竟是哪一樣會重要的呢 其實逢是房地產或所有這些東西,都有一個trickle down effect 就是多一點點的trickle 但你不能說三百呎樓,五百呎樓 五百呎樓,一千呎樓,一千呎樓 當然是會一路的影響到,但影響到會好味 一路trickle down,一路滑下去就會好味 畢竟是幾百億的一個牽涉到的錢 你計算那一百萬,你會知道影響到會好味 而且一路滑下去,一路滑下去會大量 理論上,如果匯豐你買一手,你都會影響到價格 不過問題是,影響力太小,你可以不理解 先講貼地一點,因為你直接講樓市是最實際的 現在我又告訴你,無論是新聞或有觀察 當然你都預期到,一定是六百萬至八百萬樓,就交得最快 你要記住,八百萬到一千萬 其實那個案件都是一路上去的 八百零一萬,就不會立即變成八成 你會計算那些,再accumulate 上去 所以現在,六百萬至八百萬樓,就升得最急 急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我聽過一些例子,很誇張的 就是七百萬,即加六百百萬 但什麼為之升呢? 因為這些都是,之前他又是無法六百萬 因為問題就是,它一直都在跌 那你一直在跌,那你預期它都是一路會跌下去 那你想想,在未有這個消息之前 所有香港人都是不看好樓市的 覺得買樓是傻的 原本你預期會一路跌下去 你突然間反價反了上去一百萬 那你這個價錢就不是純粹參考 而你真的有一個指標性 現在買樓多數都是這樣 多數都是,我錄高一點 我寧願加給你 所以要看高了,你要看成交價 多數要看高,我寧願再高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我可以一萬一,減減兩成 很快看到,我肯定告訴你 因為我心裡所有人都已經在想買樓了 我想說,你沒有心機買樓的人是不明白的 你原本是沒有… 不是的,我真的想說 因為問題是,你原本沒有想買樓 你當然不會留意 有些人是介乎買到樓和買不到樓之間 他經常都會計算 我現在欠多少 你想想,現在門檻是突然間增加了 由你原本存了 我之前寫問也有說 全香港有超過一百萬人 擁有一百萬以上的樓動資產 因為你買不到樓,存資金 月存月都存了一百多萬 這班人,其實他們日夜夜在計算 有沒有辦法可以買樓 你突然間跌下來 所有人都是蓄勢待發去買樓 加幾十萬,聽起來好像很多 其實就是供樓多幾千元 其實首期多給幾萬 如果你沒有買樓,就會很遙遠 加一百萬這麼多 一百萬就是供樓多 每個月供樓多五千元 但你扣了首期 你又多給幾十萬 其實就是供多幾千元 所以你問我 這件事一定是有影響 最主要影響當然是很聚焦一件事 就是八、九成首期之間的樓 而我樓下觀察 其實也不是我,應該周邊問所有事情 地產是空群而出 周街叫人看樓 以前周街的人看樓是看一手樓 現在周街的人看樓是看二手樓 以往都預算是沒有人會買的 因為他做不到首期的樓 是留很多地產的人看樓 這個情況就是影響 但這只是說賣樓 另外一方面當然有很多人批評 現在樓價跌一成 變成很多人批評資產 我又覺得第一件事 很多香港人都不記得了 十幾二十年前 周街都九成、九成半按揭 一點都不奇怪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負資產會發生什麼事 原來沒有人知道 負資產你知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有朋友試過做負資產 基本上除非你正正經常打工 你負資產就是負資產 負資產就是負資產 負資產十年 通常那些是什麼呢 可能他又做生意 九十幾樣都是躺銀行 很多人會哄你的 很多人會哄你的 他一見你樓市口的時候 你不如可以再借多些 他只會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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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會見你市場不成功 他只會叫負資產 你不是說 打扮政府工那些 叫負資產 有少部份的人在市場上 他覺得市場不成功 你真是很有機會爆補 那就是叫負資產 我覺得這樣 負資產 是要看 你是拿一大樓負資產 中間的分別是很大的 你持有十多樓負資產 他的房租行力是低一點 第二就是 你負資產 究竟樓價跌一成兩成 跌了七成 如果負資產跌了七成 當然是很大問題 負資產也是看 你究竟失業率是3% 還是8% 你要看其他的狀況 假如你如果一個最壞的情況 你負資產的確是很壞的 不可以說負資產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你樓價跌十多個百分比 負資產 因為樓價跌回十多個百分比 或者你暫時買了坐廳 基本上 很多新樓買了的時候 都是負資產 我給華麗珊買了負資產 給華麗珊買了負資產 是的 十幾年都跌 十幾年都跌 買了那一刻已經負資產 但問題就是 但問題是市場上 大家不太覺得 但如果你的樓價跌了幾成 然後你失業後 你的負資產真的會消炭 我覺得很多人不從歷史學習 當年為何負資產要跳樓和消炭 忘記了那些人 其實負資產是沒有問題 但負資產通常是怎樣 通常經濟很差 好運的就是減薪 衰運的就是財源 然後財源就不需要說 你立即供不起一層樓 你只可以賣一層樓 或者銀行收回一層樓 現在最嚴重的是 他收完一層樓 你發覺資不抵債 你立即一生人背了幾百萬 你就無法回身 這些人就立即貼消炭 而且你不是負一、兩成 你是比較容易接受 就算負一、兩成 你也很難接受 你想想 現在月入三萬的人 兩夫婦加上六萬 買一層八百萬的樓 你當下跌兩成八六萬 你無端端欠了銀行八六萬 你那時候沒有收入 你想想壓力多大 那時候很誇張 但你賣了層樓給別人 你銀行收入 你已經供不起層樓 我發覺人們完全忘記了 當日負資產誇張 有個私家醫生 我每天都只能飲水 三文治都買不起 為什麼? 就是因為收入少了很多 但他就要死頂供住層樓 剛才我們說的客力測試 大件事就是這樣 他原本預理人工減了 息口增加了 你就可以頂得住 你現在沒有了壓力測試 你會發覺 突然間每個月有五千元 現在突然間沒有 要付五百元 你哪要找五百元出來 那就是要下午喝水 我想 尤其是美國的情況更加 其實很多這些事可以跟銀行談 如果做生意或收入少了的話 你貪長少供 供少一些 是可以談的 他都不想收你一樓主本 當你洞太大的時候 收入就跌多少 即是這樣 你如果搭樓是由八百萬 跌到六百萬 你人工由三匹到兩匹 那就是有得談的 但你由八百萬變成三百萬 人工變零 銀行是沒有得談的 所以我反過來 我覺得現在有點像回歸 很多條件不同 政府放鬆了很多 然後很多人覺得 現在不入市 我又怕又升回 然後以前我們很有信心 樓市不會倒閉 就是因為有六成人工斷樓 現在做的案件都是做四、五成案件 或者五、六成案件 你怕什麼 現在突然間放一群人 可以九成案件 然後還要不用壓力測試 即是這股鎚 我真的覺得是有危險的味道 好,這集就到這裡